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利用广播 利用电脑网络传播应用妙法 使能听到 看到的人 一接触就开始学了 就开始念经了 一念经就灵了 救人要有方法 更要有妙法 师父给你们讲一故事 有一个儿子非常不孝自己的母亲 母亲只要看见儿子 就会害怕发抖 单这个儿子信佛 有一天去求菩萨保佑显灵 结果观世音菩萨真的显灵了 菩萨说 其实观世音菩萨就在你家里 是反穿鞋子 反穿衣的 你只要求他就可以了 他就急忙赶回家去看 到家门口 就大声呼喊 狠命敲门 妈妈一听到儿子这声音 吓得一紧张 把衣服和鞋都穿反了 赶快去开门 门一开 儿子吓呆了 知道了 也明白了 是观世音菩萨在电话他 要他先把自己的母亲孝顺好 再来拜菩萨 你现在连拜菩萨的资格都没有 所以 你们要明白其中的道理啊 常见本性 本性常住 佛性妙用 加起来 才等于功德 将佛性用在日常生活中 就是功德 如果把你的佛性用在生活中 绝对是有功德的 要记住 做任何好事 善事 要加一个佛性 才有功德 功德的另一种理解 本性佛 自己本性是佛 见证佛 看到证实是佛 是菩萨 观想佛 你脑子里经常想到佛 你就是佛 看到的都是佛 应用佛 你所做的事情 应用在生活当中 完全应用佛的理念 去做任何事情 就是功德 如果在开法会时 所做的好事 善事 都是功德 比如 你一直坚持帮助别人 把自己忘记了 这时人家看你 就是菩萨 你自己看自己 也是菩萨 这时 才是功德无量 明心开悟 你只要讲 我开悟了 其实 就是没开悟 因为真正开悟的人 是不会说自己开悟的 真正明白的人 就不说自己明白 明心开悟 不是真开悟 因为这仅是在道理上的开悟 明白了这个道理了 在理上的开悟 明白了宇宙万物的真相 如果没有实际 如果没有实际应用 你就是不开悟 你们明白这个世界都是假的 都是空的 知道之后在理上开悟 真正应用在实践当中了吗 你若能通过这些道理 知道要让更多的人离苦 要把自己明白开悟的真相 尽快告诉大家 那你就是菩萨了 如果自己明白了 如果自己明白了 不去告诉人家 又不去救度人家 这能叫明白吗 能叫开悟吗 真正的开悟要用在实践当中 要实际应用 才能称为明心见性 开悟要应用平等 刚刚给你们讲的是要认识平等 而现在给你们讲 开悟要应用 如果认为学佛的理念是不平等的 你就不能很好的应用 比如 人家有钱 而你没钱 你就会觉得不平等了 你有了这个不平等 就是不能很好的应用平等 闲于外 也就是正常的礼仪 你把自己修行的言行告诉人家 就是德 从内心的理解 背下平等到外表的礼仪 明白道理后 做出的好的行为 加起来 就是你的功德 菩萨讲 自性建立万法是功 自己的本性是建立在万法的基础上 你在人间所有的行为 所有的动作 所有的语言称为万法 也就是说 你自己的本性 如果是在所有的语言 所有的动作行为中 你就有功 一切万法是由自性流露出来的 也就是说 所有的法门 所有的在人间的行 住 做 过 思为 所有的好的东西 所有的不好的东西 都是你自己本性的流露 但是 为什么流露到最后不好了呢 因为常年累月 转世 沾上了不好的东西 而且是在不知不觉中 慢慢沾染上去的 所以 才会有业障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 均是佛性的显现 即 世界上所有的一切物质 思维 全都是佛性的演变 你把世界上所有的东西 都认为是佛性 那你就成佛了 比如 今天能坐在这里 感谢天地万物 给我这把椅子 今天坐在这里 听师父讲课 感谢观世音菩萨 给了我师父 引导我 修学佛法 回到家 能与家人团聚 和睦相处 感谢观世音菩萨 赐给我这么好的家庭 所有一切 你都把它想成具有佛性 都是佛菩萨赐给的 要有感恩心 你若把世界上一切事物 都看成具有佛性 而且是佛性的显现 那么 你就是佛菩萨了 感谢观世音菩萨 赐给我 感谢观世音菩萨 感谢观世音菩萨 赐给我 感谢观世音菩萨 感谢观世音菩萨 感谢观世音菩萨